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关于用户登录的这样一个逻辑当中 如果把它的路由呢还是定义成就符合了RESTful风格的话 那你说这样一个路径我们应该订成什么样东西呢 应该反映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一种资源呢 去想一下 我们一想用户输入用户名跟密码之后一登录 一登录的话我们所说的登录实际上就是把用户的这样一种状态给保存下来吧 那是哪一种状态呢 是它的登录状态 我们把登录状态保存到哪儿呢 保存到Session当中了吧 所以也就意思说 实际上关于用户的登录反映出来的一种资源 就是它对应的那份Session资源吧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定义为什么样东西呢 就是定义一些线Sessions 对应呢就是你当登录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创建了一份Session资源保存到往后端 所以呢就是以POSE方式来访问Session资源 这是我们所定义的路径 然后呢对应的试图我们定义完了 定义完成之后那接下来 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往下看 那我们看一下在这个登录的过程当中 咱们要完成哪些样的工作呢 首先还是得来去分析一下 关于在这个登录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接触的参数都用哪些 那实际上通过前端的页面分析我们发现 实际上在进行登录的时候 只要用到用户名只要用到这手机号跟密码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我们要用到的两个参数 一个呢参数一个呢是用户手机号 一个是对应的密码 这是所需要的用到数据 那现在看一下数据请求方式跟路径都有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试图函数当中来进行操作了 那咱们在试图函数当中要做的工作呢 首先还来是获取参数 然后呢我们带来去教验一下参数 那教验完参数之后 那我们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眼 那关于在用户登录的这个过程当中 咱们还要做什么工作 我们去想一下 那在教验参数的时候呢 咱们肯定首先得需要记一个完整性的教验吧 参数有没有完整 那我们还要教什么呢 这里面有手机号有密码 还要判断的是手机号的格式对不对吧 我们可以判断一下手机号格式 然后呢 再然后要进行什么 我们说了 在判断手机号的时候呢 拿过来 拿过来然后呢 我们再来判断的话就应该是说 你把手机号格式也判断完了 然后我们说了 咱们在这个试图当中 实际上是不是要做它的那样一个 尝试的次数 如果你尝试的次数 失败次数太多了 就比如说你都输入 输入错了五次之后的话 那我就要禁止你 我允许你十分钟之后才能试 不允许你联系的不断产行尝试吧 不断产行尝试的话 就会面临着进行暴力测试的风险 所以呢 如果一旦输入错数过多 那我们要封你的IP 所以相当于 我应该是在具体的 在教验你的手机号跟密码 完全是不一样的情况下 之前 我应该是先判断了 有没有超过那个次数 如果超过那个次数的话 我在十分钟之内 是不禁 是禁止你操作的 所以呢 接下来再走的工作呢 就是说 是判断 判断错误次数 是否超过限制 如果超过限制 则返回 也就是说 如果超过限制的话 我们就不再继续往下进行操作了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如果也没有超过次数的限制之后 那意味着说 现在呢 还是允许 我能够去验证你的手机号跟密码的正确性 所以接下来再做的工作就应该是 这些提前的验证都验证完了 就可以出数据库当中去查询一下 关于手机号跟密码的匹配性的吧 那我们怎么去查询用户名的这个手机号跟密码的匹配性呢 我们应该是先从数据库当中根据手机号来查出用户的那个对象吧 然后呢 然后呢 拿到密码再验证密码 所以呢 首先就是说 从数据库中根据手机号查询用户的数据对象 然后呢 查到之后的话 然后呢 再用用数据库的密码与用户签写的密码进行对比验证 然后呢 那这时候 如果说验证相同成功 那如果说验证相同成功的话 是不是代表登录成功呀 对吧 那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说 如果验证登录成功 然后呢 保存登录状态 也就是说保存到哪呢 在30分钟吧 在30分钟 然后呢 那如果说验证失败呢 如果验证失败 那我们得 既要返回它的提示信息 然后呢 还得去记录它的错误次数吧 然后方便我之前 再翻过来我下次来的时候呢 好去判断这个错误次数 好这是我们在这个登录过程当中 咱们要做的这样的工作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试图的逻辑呢 已经完了 完了之后呢 咱们从上到下一点来一点来去写 首先那对于参数呢 我们说了 它还是这样的普通的数据 所以呢 咱们就让它以接层格式网络传 以接层格式网络传的话 那又意味着说 我们得通过request.guide.json 往外拿数据吧 比如说我们拿的的 就是请求的这样的一个字典数据 拿到这样的字典数据之后呢 我们再从字典数据当中 往外进行提取 里面呢 有手机号 request.guide.json 往外拿 比如说就叫mobile 然后呢 还会有一个密码 比如说把它叫做password 应该是从password当中 我们往外拿 这是我们约定好的 一会儿前端呢 你就按到这个参数来传就可以了 现在两个参数有了 两个参数有了之后 再来往下走的呢 就应该是交验参数了 还是第一开始的 我们所谓的 要把参数的完整性交验一下 完整性 看一下有mobile 还有password 如果不完整的情况下 好了 我们又要提前进行返回 那error number 是IT里面的参数问题 error message 应该是提示一下 参数不完整 然后呢 这个东西 教验完了之后 那接下来 还有的呢 就是关于手机号了 手机号 我们又得去用到这样的证则表达式来进行验证了 所以呢 就是说 如果说re.match 不匹配的方式 那匹配的方式呢 也就是说 应该是1 然后呢 345788 然后呢 杠地 9位 然后呢 mobile放到这儿 如果不匹配的情况下 那我们要进行返回 返回的呢 还是参数错误 只不过是手机格式错误 这个也判断完成之后 那接下来 我们说了 就要去判断一下 关于它的次数 有没有超过限制 那既然在这地方 要去判断一下 错误次数 有没有超过限制 这个次数 我们要给它保存到哪 我们是不是得保存到res当中啊 保存到res当中 是比较合理的 然后我们说了 这个错误次数 实际上是不还得有一个时间的限制 你说十分钟之内 我才要有你的错误次数呢 超过十分钟之后的话 你那个错误次数 就会被我清空吧 再从头 再来进行记录 那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在这个地方 就要设立到 从redis当中 往外拿数据了 那你说这个redis当中 我们要往外拿数据 就得先去考虑 那我之后 在往redis当中 去写这个错误次数的时候 这个错误次数 我在redis当中 要记录成什么样的结果啊 我要保存什么样的数据 这个类型啊 我们实际上是不还得 针对于这个用户 输入的这个手机号 然后呢 针对于他单条记录 来进行维护吧 我专门要维护你 在尝试这个手机号的时候呢 在尝试你这次 进行登录请求的时候呢 你的IP地址的 那个错误次数 尝试了多少次 那针对于每一个IP地址呢 我们实际上都得单独维护他的记录 而且也要单独维护他的有效期时间吧 所以那么说相对应的 也就是说在redis当中呢 要保存这样的单条记录 那单条记录呢 又跟我们之前在去讲这个验证码的时候是类似的 所以咱们就可以把那个在redis当中保存的一个记录 可以做成什么样的 redis当中 记录 我们可以给他做什么样的东西呢 比如说我要给他数据 是不是得起一个名字啊 比如说我把它就叫做access 这是访问的 然后呢 访问的次数 比如说就叫做access number 然后呢 还得把他的IP所拼过来啊 对吧 因为我们说了 你要进行作物技术限制的时候呢 是怎么限制呢 是要根据这个用户在请求的时候 他所在的那个IP地址进行封装 也就是说我要错的话 也就看你尝试的那个 就是说你以这样的IP地址尝试了多少次 所以就因为说我最终在保存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要跟上你所对应的那个请求的IP地址 也就是用户访问过来时的用户的IP地址 我把这个东西呢 作为你的键 然后呢 那你只要存这个东西呢 我们存次数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存的话就是次数 那次数当中的话 也就意味着说 在这里面只有一个值 是不是就可以选择字不算的方式来往往求呀 好 那么现在来去看一下 我知道了 要按照这样方式来去存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我就要取的时候呢 也按照这样方式来进行取了 所以呢 咱们还是要try一下 然后呢 紧接下来 从trice当中 我要进行取的话 是不是就通过概念方式来取呀 取一下 有access 比如说这我取的 访问的这个次数 然后呢 还有百分号s 对应的 我要把这个IP拼进去 那用户请求的这个IP地址 是在哪里能够获取的呢 其实上也是在这个request 对象当中 除了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些参数之外 还有一个参数 专门能够用来获取用户的请求的IP地址 是哪个东西呢 就叫做remote address addr 这个东西呢 反映出来的就是用户请求的时候的用户的IP地址 所以我们把它放到这 也是 用户的 优责的IP地址 用户 IP 这个通过这个remote address呢 拿到的就是用户的IP 所以呢 这个东西有了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呢 给你放到这 我现在就相当于根据你请求的IP 我判断一下这个IP的请求次数 到底都有多少次了 然后呢 我们在这往外去拿 因为我们要去全的是资本转类型 所以拿出来的这样值 比如说我把它叫做 就叫做access access 请求的次数 那我拿到这样值 然后呢 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如果在这个地方出现问题的话 log.error 你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如果出现问题的话 我要做什么工作呢 我需不需要提前返回啊 不需要吧 如果说它真的没有超过这次数 但是你只不过是没举出来呢 你在这里提前返回的话 是不是相当于把这个好的状态 你也给它错杀了呀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相当于最好的话 就要去放过 我们就假使你 如果没有正确拿到这个值 那我就认为没有超过次数 所以呢 就不提前返回 继续往下进行了 那IELTS的情况下 是不是还代表说 没有发生一场 access numbers 就被我拿回来了 然后呢 我就可以去看了 这个地方了 我来判断了吧 判断 判断一下 access number 它有没有可能是 N类型的 有没有可能是N类型 从read当中 往外拿的时候 有可能的吧 第一次 或者说是 之后已经尝试过几次 但是超过十分钟 超过十分钟之后的话 我们说 那个东西 是不是可以让 Redis去维护啊 让Redis维护这条 记录的有效期 比如说 这样它没过十分钟 所以呢 如果一旦超过了十分钟 Redis也会把它删除吧 一删除 里面又没有了 拿回来 也是Nan吧 所以就在这个地方 那也就意味着说 如果 access number 它是Nan 那就代表说 里面没有记录 是不是可以往下进行了 啊 否则呢 如果它不是Nan Is notNan 是不是代表里面肯定有值啊 那我接下来 它不是Nan的情况下 我再去判断 它有没有超过四十分钟 是不是才有意义啊 否则它是Nan的话 我比较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所以呢 咱们通过这样的 access number 我开始进行比较了 因为在read当中 我们保存的时候呢 实际上最终要保存的是 这样的一个 自不转的数据吧 所以之后取代字的时候呢 也是自不转的 咱们就给它转换成这样的整形 只有它不是Nan的情况下 然后呢 我给你转换成整形 转换成整形之后 我再跟我要所谓的 这个线的次数 是不是要比较了 如果超过 那就不行了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 那这个次数呢 也是一个我们所资议的长量 所以呢 咱们还是给它放到 这个长量当中来进行保存 我们把说这个是登录 登录错误 尝试次数 那比如说就是login 我们把它叫做login 然后呢 error 最大的次数 比如说最大的times 咱们比如说是 这是咱们可以自己指定的吧 比如说就是你尝试五次之后 然后呢 我就不再进行你的手机号跟密码的验证操作了 我提前给你返回 所以那边写完之后 我在这边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去使用了 咱们还得去导入一下 我们还要去导入一下 从这个iHome当中呢 去导入consents 然后呢 回过来 在这里面进行操作 如果它大于了consents里面的login error的最大次数吧 如果你超过了这个次数 那我紧接下来就可以给你提前返回了 这相当于我们要使用哪个错误状态码呢 这里面有一个非法请求或者是请求次数受限 你就可以把这个request error来去选择它 然后呢 这是等物次 这是错误次数过多 请稍后同事 好 这是关于这点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如果说在这个地方 没有关注异常 然后呢 或者没有抛出异常 或者说是没有抛出异常情况下 这个条件又不满足 那我接下来是不是就能够进入到底下人来进行了 所以没返回的话就进入到这 进入到这的话 那接下来咱们就可以直接进行再来按下操作了 那就相当于上面的验证通过 然后呢 次数也没有超过限制 我们就可以直接从数据库当中 根据手机号来查询用户的数据了 那查询用户的数据的话 我们还得把数据库的模型引过来 那当前已经引过来了 就是user 所以呢我们要根据用户的手机号来查询user 查询的话 那就是直接应该是可以拿一些做对象吧 user query.r 然后呢可以直接根据filterby 直接根据手机号 我们的模型类当中 对应的是这样的一个mobile吧 直接回过来 mobile等于什么呢 等我们传入进来的mobile 然后呢只有一条记录吧 forst frisd 我们拿三条记录 拿到的时候呢 应该拿到一个user的地上 我们来去串一下 然后呢 这里面如果出现问题 我们要记录一下日志 对应的 好了 那这时候如果数据库查询了问题的话 是我肯定进行不下去了 你现在我都拿不到用户对象 我怎么去对比你的这样的密码操作呀 所以这时候只能返回了 那所对应的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 db error 然后呢 这是过取用户信息失败 好 这是关键点 那这点说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那else的情况下 这里面是相当于user是不是就有了呀 user对象就有了 那我直接就放在这来 user对象都有了之后的话 那在这个地方user一定会存在 不一定吧 很有可能他输入的这手机号 所对应的 是不是就根本没在我的记录当中存在呀 这也是有可能的吧 他输入了一个不存在的手机号 那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面就可以进行相当于处理了 如果user is none 代表这个用户 是不是数据根本不存在呀 不存在 然后呢 那我可以给你请返回 说了用户名不存在 然后呢 那我接下来还要进行密码的对比吧 然后呢 如果对面对比的话 你接下来再返回说密码错误 那我们通常情况下 如果按照我们刚才所说 用户名不存在 你就返回用户名不存在的信息 密码不存在 你就返回密码出去 密码不存在的信息 那这时候呢 实际上你对于前端来说 暴露的细节过多了 你很可能就告诉他了 用户名不存在 他就知道了 原来是我的用户手机号写错了 那我就可以直接再换一个手机号 再来听尝试吧 还是我们所说的 相当于你也让别人不断地尝试 用手机号来看一下 你的数据库当中究竟有哪些用户注册了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通常看到的反处值是什么反处值 应该是用户名或密码错误吧 根本不告诉你手机号错了 还是密码错了 你自己去猜 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我们去隐藏一些细节 所以呢 咱们也得按照这样的方式 不能暴露过多东西 也对于说 我们把提示进行都放到一起来去做 所以呢 咱们就在这边去学了 把哪个东西呢 我们把关于用户跟这个密码的校验放到一起 用户如果是难的情况下 代表用户名不存在 然后呢 紧接下来 我再来去判断一下 密码它不正确的情况下 我在这里面呢 再统一去返回用户名或密码错误 相当于我在这个地方来进行返回 返回什么呢 就比如说返回 这是数据有问题 data error 用户名或密码错误 所以我们放到一起 那么现在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要进行验证了 用户不存在 后面呢 我就去写 或者是密码错误 密码错误的话 也就相当于我们怎么去教验呢 得拿着这个用户输入的密码 跟查询出来的用户对象里面的那个密码进行对比吧 那这个对比自由操作呢 我们昨天又跟大家去说过了 在我们的这个webser security当中除了能够生成密码之外 还有一个check那个password吧 能够进行教验 所以呢 这个方法通常也是对应于用户的模型类的一个对象来进行操作的 那我们也把这个教验呢 这个函数呢 给你封装一下放到这个对象里来来进行操作 所以我们也把给它放到这 比如说我们就给这个用户的类提供一个方法 我们也把它做check password的 然后呢 这是它的一个对象方法 也就意味着说 你通过这个对象直接调整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但是你通过这个对象调整这个方法的时候呢 我通过对象cf能够知道它加密之后的结果吧 但是它所输入的原始 就是相当于登录的时候 所输入的那个密码呢 我是不是得在进行教验的时候 得传过来当个参事吧 所以我就把它你输入的密码 password的 password的你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的话 我们再来写一下 这是 检验 检验密码的正确性 然后呢 这个password是代表 用户登录时填写的密码 填写 填写的原始密码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如果是 如果 正确 返回 处 否则 返回 poss 好 我们把这个东西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 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实际上呢 还得是借助于websec当中 来进行查询 那么把那个函数 给它导过来 导过来的话 在哪呢 也是在security当中 有一个check password 哈希 我们直接调用checkword 哈希 来进行操作 调用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我们昨天也跟大家去说过了 他要求传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 是说加密之后的那个密文 多少 然后呢 第二参数是密码的 就是原始的 要听对比的那个东西 是多少 所以呢 我们现在回过来 来提出一下 那加密之后的结果呢 正好是在对象当中 是不是有那个东西啊 password的哈希 然后呢 第二参数 用户登录的这个密码 password的 拿过来 然后呢 如果他进行交易成功的话 他会跟我返回处 否则呢 就会返foss 那我们就直接将他的返回结果 返回是不是可以了 所以这是关键点 那我们封装完成之后 回过来 咱们在这个password当中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调用 这个拿到的user对象 user对象当中 我刚刚给你封装了 password的吧 直接放他 然后呢 把用户所输入的这个密码 拿过来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 是不是就给我交验了 咱们就放到这了 如果说这个地方 教验是错误的 也说应该是not吧 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在这里面呢 要不然去写上一个 意思false 或者说是呢 就像刚才我写的 前面加一个not 是不是也可以啊 相当于用户为空 或者说是呢 这个密码验证 就失败了 闹得没破格 没失败之后的话 在这里呢 我们统统的返回 这就是相当于是用户名 或者是密码错误 好 这是关于这样点 那这点也写完之后 如果说这个时候呢 用户名存在 然后呢 密码也核对成功 那我在这里面就代表是 验证成功了吧 然后呢 就可以去保存当中的状态 那如果验证失败 这个验证失败 是不是刚才是这个点验证失败啊 所以咱们就先在这个地方 再把这个完 补充完整之后 再来去写验证成功评论一下 这个地方是验证失败 验证失败的话 我要去记录错误次数吧 那记录错误次数的话 咱们怎么记录呢 刚才已经说了 我要在redis当中来进行保存 而且起的名字都有了 那接下来 我在这个地方 在进行操作的时候呢 也就意味着说 要直接操作redis里面的数据了 那操作redis数据的话 那按照我们正常来说 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做 应该是先取值吧 对吧 我是取值 那上面实际上这么连 是不是已经有值了呀 那我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值拿回来吧 相当于 你看一下 上面是不是已经取过值了呀 已经有值了 有这样的对象 access了 所以我在这里面 直接把access对象拿过来 然后呢 我在这里面先判断 access如果是为难 代表之前 这条数据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啊 为空的 我就给你往这条记录当中 再c回去零吧 然后呢 如果access在这地方不为难 代表有值 好了 我给你转换成整形 再加一操作 再设置回去 是不是就可以了 只关于这样的东西 但是我们说了 在这个redis当中呢 它考虑到你 确实会有这样的应用场景 所以它有一条指令 就是关门用来进行加减操作的 这个指令是哪个指令呢 我们现在给大家途中上 那我们待会呢 今天会给大家 把这样那个redis的文档 发给大家 也是一个网页的 就是一个网址实际上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呢 是关于redis当中 所提供的所有数据类型 以及它所知道的这些指令 我们在这里能够进行查询 然后呢 相对应的 还有另外的一个网页 还有另外的一个网址 另外的网址是哪个网址呢 另外的 这个网址呢 就是关于 你在python当中 如何去操作redis 因为我们说了 在左边的这个网址呢 它实际上是对于redis 原生的那些指令 然后呢 你回过回来 在python当中操作的时候 实际上是不得换成python里面的 我们的函数的方式 比如说这个get呀 或者是我之前所说的hget 或者是hset 或者是这个setes 通通的这些东西的都是在python当中所去封装的 所以python当中封装的时候呢 它提供了哪些命令呢 我们在这里面也给大家提供了 所以最终在看的时候怎么去看呢 先在左边去查 那个命令能有哪些 然后呢 查完之后回过来 你再在这个网址当中看一下 对应的在python当中 它给你封装成什么样的函数了 以这样的方式来先使用 那么把这个两个网址呢 给大家放到咱们的这个note当中来 note txc当中我们在这里面进行操作 也是reads文档 有这样的一个 然后呢 还有前面的这个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说了 存放的是字符转类型 在字符转类当中 有一个这个指令 incr increase increase就是增加的意思 我们把它点进来 点进来之后 看一下这个指令 这个指令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指令就是 你给它传入一条记录的名字 然后呢 如果这条记录不存在 那紧接下来 它会把这条记录呢 给你初始化为0 然后呢 再进行 这样的一个增加1 也就是说是给你加1操作 然后呢 如果数据已经是存在的话 它直接将当中保存那个数据值呢 给你进行增1操作 所以就是再这样一点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句话 咱们怎么去用呢 咱们在redis当中 看这个地方 比如说在这个redis里面 在这个地方 case 当前有这些东西 我先不管 我们先看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呢 要写一个incr这个指令 然后呢 当前是没有存在一个a的记录 把它叫做a 就这个 比如说就咱们写的 这个access access number 待会我要放这 后面是吧 要跟ip啊 我就ip先不写了 比如说我现在呢 就要去创建这么一条记录 因为现在没有 那我直接执行incr的时候呢 它会把这条记录 给我累积上 给我初始化为0 并且累积上去 所以我现在执行一下 咱们再来get的 acccess number 看一下它的值 为多少 这就给我设置为1啊 然后呢 我回过来 再来去执行这条命令 再incr accessnumber 然后呢 我再回来 再盖一下 看它值变于多少了 2了吧 所以我只要每次进行 这样的累积操作 然后呢 再来看一下 它都能够帮助我 进行加以操作了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哪怕之前都没有 这个incr的命令呢 都能够帮助我们 进行下初始化的操作 所以我现在 直接通过incr的命令 就可以了 对吧 也就是说 我们不需要 自己再往下取值 然后你也不需要 管这条记录 有没有存在 直接incr 一个那条记录 它直接就把那条记录 给我们存进去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那incr的话 这个命令 在regis当中 在python当中 怎么继续用的 我们回来 在这个网址当中 然后呢 你使用浏览器的 这样一个东西 直接是controlf的方式 然后你去搜一下 这个incr的指令 找一下 incr 看一下 是不是找到了incr的东西 他就说了 这条指令呢 在这个pads当中呢 直接也是一个函数 然后呢 去掉的时候呢 在这个地方去传入 你要进行操作的 那条记录的名字 也就是说是 这个名字 你给它传过来 传过来之后呢 它还允许你接收一个 这样值 这个值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值 告诉我们说了 它在进行累积的时候呢 它是按照多少的数据值 给你进行累积 也就是说 你在这里操作的时候呢 不一定非得是 每次增加一 你可以通过改变 amount 给你每次增加二 每次增加三 就相当于不长 是一样的 然后呢 如果这个件 你在这个操作的时候呢 不存在 它会把这个值呢 给你初始化 设置为amount 那amount 默认值为一 所以我们在这个amount的时候 就不用管了 直接使用它的默认值 amount为一 咱们直接incr 这个名字就可以了 所以有了这样一个操作之后 回过来 咱们呢 在这里面 直接就进行使用了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呢 我就要操作的是 这个地方 就用来进行记录错误 次数 所以呢 咱们也在这里面 直接操作reddit 操作reddit 然后在这里面 incr 那个指令 然后呢 接下来在这里面去写了 是哪条记录呢 access access number 再百分号 s 然后呢 我们把刚才拿到的 那个用户的ipd 给我们拿过来 是不是可以了 user ip 直接放到这 它里面有没有值 然后数据值是多少 根本都不用 我们去关心 直接一存就可以了 这是关于这点 那这一点 从完成之后的话 那我们说了 当前实际上 是不是还得给这个东西 来去设置一下 它的有效期呀 对吧 ready start 然后呢 咱们要设置有效期 那有效期呢 是expire吧 有没有s 我们现在来看一眼 expire s 有吗 我印象当中 没有 没有对于孩子的 就是expire 然后呢 我们把它拿过来 然后呢 在这里面直接进行操作了 我要是对谁呢 还是access accessess ess number 百分号 然后呢 s 然后再接下来 user ip 我们放到这 要对它进行是有效期 那给它设置多长呢 同样也是一个这样的长量 我们给它拿过来 这是登录错误 限制的时间 比如把它叫做login 然后呢 error 对应呢 是禁止的时间forbid 然后呢 咱们选一下 time 这个时间 然后呢 时间 单位 比如说是 咱们使用的是秒吧 因为我在这里面是对应的操作的时候呢 是放到range 由它来去维护这个时间的吧 所以呢 咱们应该对应的是秒 秒的话 比如说就限时分钟 那应该是600秒吧 然后你现在来看一下 先保持这个疑问 我们把它重新写完之后 回回来 那个疑问就好了 放到这儿 然后相当于 这里面呢 应该是consents当中的 限制这样的时间 这时间也限制完成之后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眼 except 去捕获一下 异常 然后呢 currentapp.log error 把它记录一下 那这个地方 如果出现了异常的情况下 应该怎么说 实际上 我们是不用管呀 只不过是这次 没有累加上而已 所以咱们就直接放到这 然后呢 这里面相当于 那直接就再进行返回就可以了 这是关于验证失败 然后呢 如果说这个地方 没有验证失败的情况下 而是验证成功了 我们在底下 直接返回成功时就可以了 要记录一下30句吧 咱们得记录一下30句 那还是sension 然后呢 去保存一下 那比如说我们还也是保存中的 咱们跟登录的时候保持一致 而在这个出色的时候保持一致 我们在出色的时候呢 就保存过 内姆 拨摆和优色ID吧 那咱们在这里面 也去保存一下 内姆 对应的 这应该是从哪来呢 优色对象里面的吧 对 优色对象里面 我们知道 他这里面呢 我们给他设置过 用户的名字 所以是内姆 然后呢 还有相对应的 sension 对应的 里面呢 我们还有一个mobile 咱们也给他存一下 user.mobile 然后呢 还有session 最应的里面的 优色ID 优色.id 好 我们存 存完之后 是不是就可以返回来 return sendify 当中的 error number 等于 it 里面的 ok 然后呢 error message 最应的 这是 登录 成功 好 这东西 选完了 选完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 咱们看一下 刚才我们在这个地方 进行记录错误的时候 我们发现 每次我给他累价的时候 是不是都要重新去设置他这样一个有效期啊 对吧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有效期 我比如说 一开始尝试了第一次 然后呢 尝试了 尝试第一次之后 错误一次 然后呢 我记录一下 把它设置为有效期 然后呢 设置有效期的话 是不是记录十分钟啊 然后呢 紧接下来 回过来 回过来之后的话 我进行第二次尝试的时候呢 我从这里面判券判断 判断完成之后 到这个 到哪呢 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要从 乱级当中往外去取值了 取值的时候呢 取出来的话 错误次数应该一样 一 结果在这里面对比 发现呢 它还没有超过次数 所以呢 就又往下走了吧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我进行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我们的最错误次数是五次 所以呢 一直到第五次的时候 到第五次的时候呢 到这里面还是进来了吧 我们在这里面发现 这个第五次的时候 这里面是不是应该判断一下啊 判断一下吧 应该是 什么意思 我在这里面 错误第一次 我就累加为一 错误第二次就累加为二 错误第三次就累加为三 然后呢 错误第四次的第五次 一直到第五次的时候呢 我在这里面 二元四一二是累积为五的 累积为五之后 我回过来 在这里面 五大于最终限的那个五嘛 是不是 我得把这个等号给加上呀 这里面少一个等号 咱们把这个加上 加上之后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说的什么意思呢 一二三四 前四次 每次的时候 我都给你设置为有效期 但是这个有效期 对我来讲 在这个地方判断的时候 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吧 所以设置去 也没有问题 那什么时候呢 当累加到第五次的时候 一旦累加到第五次 好了 在第五次的时候呢 又给你设置有效期 所以这时候呢 记录又重新给你 变为十分钟了 变为十分钟之后 回过回来 我们站在这个地方 从上往下走 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从Ride Down中往外拿数据 结果拿出来的数据 就是五次 然后跟他一对比 发现已经等于五了 等于五的时候 是不是超过次数了 所以就直接返回了 然后呢 接下来 无论你再尝试多少次 只要还是在十分钟之内 那你一直都是 那个相对应的 会对比的时候 是不是相当于是五次啊 都进入不到下面去做了 所以相当于是说 在最后一次 达到第五次的时候 那一次真正的Expires 他才真正的起到作用 所以呢 还是能够保证 对于他的十分钟的限制 当对于于这个五次的 这个十分钟 超过十分钟之后 Redis就直接 把这条记录删除了 把记录删除之后 我回回来 在这里再进尝试的时候呢 取出来数据就为空了 所以呢 就拿不到数据 也就代表 又从头开始进去记录了 我又可以给你进行 新一轮的尝试了 所以呢 我们给他放到一起 实在的地方 是没有任何问题了 我们想多多点 我再给你 我再用这支带 在这支带我来说 美名的